Hello 大家好 我是Louis李錦青 今次剪出的作品叫做《紫夜向南》 這份作品其實都是跟自己的家族歷史有關 在上世紀文革之後 尤其是廣東省有很多人去做一頓飯 都是選擇偷渡下來香港的 當時我父親就跟他一班兄弟 走過七日七夜一路下來香港 他告訴我因為當時沒有智能電話 所以他們只可以用真是指南針 好像畫面一樣跟著後鳥的方向一路向南下來香港 畫面上其實你會看到一些凹凸凸凸的痕跡 那些其實是我在大陸和香港不同地方一路收窄的泥土 畫面前面的歌樹其實叫做《馬醉木》 花雨就是如意住在美好和危險之間落後穿梭 我覺得這個花雨其實都挺可以折舍到 當時偷渡者他們孤主一閘的心境 今年通關之後我都特地回到內地那邊走訪一次 當年父親他偷渡的路線 因為現在有了城市建設 周圍都是龜樓大廈 但我想像的是當時幾十年前 其實未有經濟發展之前 我相信他走的山都是一片荒涼的 所以你會看到晚上的星光會特別閃耀 樹上你會看到一個指南針掛在那裡 我都希望觀眾走進來的時候 不單純地去欣賞畫布上的一段歷史 而是真的像一個場景 活生生重現在觀眾面前